來吧 不錯,但力量討厭一點 好,我來 還可以了 我明白了,體準目標,一擊即做 做人做事一樣 做人而已,動不動 就像昨天跟Raymond一班 IT工作人員開會一樣 你不是看準目標,一擊即做 Yousen 新系統帶給大家的好處 除了是Interface簡單好用之外 最重要的優勢是可以透過網絡 即時知道貨車位置 這樣你們有安心 下回也知道他們的貨物 可以什麼時候送到 不錯,挺方便 其實這個新的提議是挺吸引的 不過今天的提示 好像是針對你和我們設計的救護系統 怎樣可以改善 讓一直以來的毛病不要重複 救護系統有些小毛病 那你就要找出這些原因 解決問題,解決迫害 我們IT部的同事經常開機 就因為要重複你的系統 勁被使用者罵 系統到迫害是首要的事項 好的 Raymond,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商量一下 再給你一個電話 Ben,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不錯 當然舊系統的問題就一定要解決 但是為了配合公司的長遠發展 我也覺得應該要改善一下 所以Raymond的提議不錯,可以去吧 但是現在的系統真的太多問題了 你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舊系統已經是過時了 如果在上面再改善的話 成本不低 那倒不如整個系統改善吧 整個系統改善吧 有多大公尺 都大的 不過又未成不可 況且現在公司有很多軟件 好像伺服器一樣也有點舊 那我跟Raymond談談吧 我又覺得如果整個系統要改善的話 就不一定要找回Raymond的公司 老實說,Raymond的公司 其實技術的支援都是一般的 很多次緊急都沒有人來 之前沒有聽你的報告過 你突然說Raymond的公司的支援和支援 也不要說一定要換職員 其實你想怎樣 其實公司沒有任何機制 要我們去報告職員的表現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報告了 說回系統改善吧 如果整個系統要更換的話 我建議公開招標 看看有沒有其他好的提議 可以比較一下 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有時系統行得不順 不一定是程式有問題 用戶也要負一點責任 對了 你以為公開招標 是不是你認識朋友做IT 可以叫他們來投標? 沒有 如果有,我一定會申報 對,好 好,那就照標Reflam的系統 Ben,交給你負責 好 叫那些控制員回來投標 順便看看硬件有什麼要更換 給我預算的預算 好 當我和Lick談談,翻譯那方面 應該沒問題 系統最重要是無法 幸好平時聽你說得多 關於電腦的技術言論 都未至於說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有時技術層面的東西 不一定要這麼清楚 你做管理層 最重要是運籌為額,統領大局 運籌為額,統領大局 好 Ben Ben,那QB的東西就交給你了 反正你在技術層面的東西 給我贖 沒問題 對不起 好,今晚見 李老闆真的完全不懂電腦 他以為自己懂,還大到你 他以為他是影帝,不過你才是 不過你公司的年輕人麻煩一點 有時候說有Mux 有時候說有RESET系統 這次還玩大到要重新投票 那玩不玩? 你們大公司規則又多,又多人爭 我還沒說完 我們只是大公司 但沒有專責的採購部 採購的東西 行政部簽個字有批的 至於行政部 一聽到在IT也要彈開兩步 好像已經去賓用家道了 現在誰是用家? 對的… 照表文件和評表都是我負責 是要跟遊戲規則,不過規則是我定的 至於我老闆,你也會說,影帝嘛 是的,我也有多餘的,上次只是這樣 這次不跟上次 公司決定要做RESET系統 所以改大了人馬,所以我也要改 一聲 合理的… 他真是變成一條 我要全線跟滿F&C的伺服 F&C?是冷門公司 要外國訂才有,香港好像沒有代理 有 我知道香港有一家獨家代理 這間公司?沒聽過 銷售管理人員Mandy Wall,你認識嗎? 我介紹她認識,我老婆 好 我先恭喜你 阿謙,全香港獨家代理都被你找到 麻煩你索性起草埋份招必文件 今天的項目就是你了 差不多了 放心,E-SPEC我跟Johnny 他們的前線談過 完全切合他們的需要 那就好了 F&C這個牌子的伺服有什麼特別好 為什麼一定要指名用它? 其實我之前也做過功課的 比较過很多不同牌子的伺服器 我覺得F&C是最穩定的 而且它的尺寸選擇比較多 也只有他們有特別小的尺寸 在我們的電腦房間 你也知道 當年公司成立電腦部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考慮過未來發展 好的 快要截止投標,你會搞得怎麼樣? 放心,已經搞定了 不過說說又說了 你公司招標文件細節都寫得多厚 又沒有清楚聲明網上下訂單要求 你現在正在幫我們公司工作 你很自然知道一些 只有你才知道的資料和細節 對的,明天先發我的計劃去你公司 記得,兩個信工嗎? 知道了,價錢和計劃我分開記 你們大公司麻煩一點 打桌球最重要眼、手和日心合一 對準目標自然一擊即中 這次招標邀請了五間公司報價 有一間無交標書放棄 有一間資料交不足,已經將它細離開了 現在剩下三間 今天我們又看看他們的電腦報告 Ben,你認為哪間公司可以? 謝謝 其實比較來說,我覺得威文公司的計劃是最好的 而且還只有他們有一個更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支持我們接下來發展網上的訂單 但是招標文件好像沒有這個要求 這樣好像沒有公平 何況這兩間如果想加上這個功能 也不是很難 是就是的 但是威文公司的計劃就寫得最清晰 其他兩間有很多地方都寫得很不清楚 我怕提示座位上會很麻煩 那麻煩就… 那不麻煩就沒有了 這兩間有甚麼不清晰 譬如說,他們寫網絡保安的問題 他們沒有清楚寫明花窩的設計是怎樣 不是的 這裡 第十二頁 還有這裡,第十八頁 很清楚 我看不到他們有清楚的界點信任區 我怕到時推出網上的訂單的時候 客戶會進不了我們的網絡 但是黑客就進到 怎麼會呢 這裡有些預還給我們加快的… 這裡很清楚的 跟這兩間公司很熟悉嗎 沒有… 這兩間公司我根本不認識 是就好了 我申報這三間公司 Raymond公司以前合作過 我當然認識他們 另外這兩間公司一點都不認識 這三間公司我一點利益衝突都沒有 我沒問題了 Ben 他那三間公司補回來的價格是怎樣 其實都是在預算的 Raymond公司那間是第二便宜的 其實都是給最便宜的那間貴二萬元 不過就包括網上下訂單的功能 如果要另外兩間加上這個功能的話 我可以肯定是Raymond那間是最便宜的 另外那兩間公司是有提到網絡保安的問題 但是Raymond公司的公司是列得最清楚的 我同意Ben的說法 網絡保安非常之重要 賣一公司的資料撕漏出去就十分之麻煩 而且網上下訂單的功能 重新再找另外兩間公司進入公司 做就太過免得失事 好, 公司半年之後 正式啟用新系統 爸爸 好了…傻女, 說什麼呢? 如果讓我知道誰在我背後欺負你 我一定不會放過她 很感謝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和Shirley的婚禮 外父, 你放心 誰都知道我這個人很老實 有規有矩, 不會騙騙騙騙騙的 做事亂來不及後果的話 很容易甚麼都失去了 恭喜Patrick 謝謝 恭喜朱太太 下星期, 我放兩個星期大假 對, 和太太第二次渡蜜月 你們不要在公司裡沒有王冠 大好日子還說公事? 打算跟朱太太去哪裡玩? 左遊輪去北極 去北極?北極找不到你了 所以, 電話、電郵通通收不到 就算是世界末日也煩我們, 不能 波 Maphil, Jenny Patrick, 我上星期打了很多次電話給你 都找不到你 我都說去北極收不到電話 公司新的社交平台系統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去旅行之前才運作 Ban說測試沒問題 是, 那時候新系統只不過試行了幾天 個個同事都說測試根本就不全面 沒人跟我說的, 現在什麼環境? 有客客入侵了 還偷走到客戶送用卡資料 Ban呢?Ban現在在哪裡? Mr. G-Office 他回來了, 好, 我跟他趕回來 周先生叫你上二十樓找他 放他 是 公司的新IT系統上星期發生了嚴重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黑黑入侵 一個新IT系統有一點問題不奇怪 但我沒想到有這麼大的漏洞 最麻煩的就是 公司和客戶的資料都洩漏了出去 對, 暫時我還不知道損失有多大 對不起, 我和Ban會處理 Ban?Ban今天早上被ICC拘捕了 你身為公司的總經理 你每樣東西都交給Ban 我不要求你每樣東西都跟緊一緊 但是你說, 身為一個管理層 要運籌為握, 統領大局 但我一看到的, 你不是運籌為握 你才被人騙的 騙他… 你每次都要留意 日常都要留意 運籌為握, 統領大局 運籌為握, 統領大局 當然是有很多管理人員的理想 但你要真正做到這件事 就要多下些工夫 你在公司的採購制度是否完善呢? 比如說在招標程序 監管承辦商方面有沒有不足之處 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落實執行 我們是大公司 但是沒有專責的採購部 採購的東西 行政部簽個字又批的 至於行政部 一聽到IT又彈開兩步 好像已經去到用家裡了 那現在誰是用家 招標文件和評標都是我負責 是要跟遊戲規則 不過規則我定的 至於我老闆 你也會說 影帝嘛 影片中的公司進行電腦系統招標的時候 缺乏清晰政策、制度和指引 有沒有專責採購的人員負責招標 令到一個同事就可以隻手遮天 完善的採購政策和監控措施 應該要包括 定定清晰的採購政策、制度和指引 並且確保有效地執行 按公司情況和需要 設立由專業採購人員組成的 中央採購小組 負責執行和監管採購工作 同時擔當監察角色 採購過程 除了要有適當分工 也都應該清楚解定 各級職員的責任和權限 可以的話 安排負責採購的職員 輪流擔任不同的崗位 避免由相同的員工長期處理同一批供應商 實施財政管制 確保所有採購項目 都已經包括在核准了的預算裏 使用具競爭性的採購方法 例如有系統統進行報價或招標 以確保物有所值 定名採購不同價值和性質的物品 服務的方法 對經常需要的物品或服務 可以採用定期合約或安排大批採購 從而減低每次直接向個別供應商買貨所帶來的貪污風險 規則中還有一條 我要全線跟滿F&C的伺服 F&C? 是冷門公司 要賣國訂才有 香港好像沒有代理 有 我知道香港有一家獨家代理 我先恭喜你 全香港獨家代理都被你找到 麻煩你索性起草埋份招標文件 那這個項目便是你的 快要截止投標 你有沒有搞得怎樣 放心 搞定了 不過說說說 你公司招標文件細節都寫得很涼 又沒有清楚聲明網上下單要求 哎呀 那你現在幫我們公司工作 那你會自然知道一些 特理才知的資料和細節 招標文件內容含糊不清 會否妨礙了某些供應商 但又方便了另一些供應商 造成不公平呢 相反 過度規範或者單一的要求 亦都一樣會抹殺其他選擇 變相偏幫了某一個供應商 進行招標的時候 應該邀請認可名單上的供應商 承辦商提交建議書 亦都可以考慮透過公司網頁 或報章廣告進行公開招標 根據使用者和管理層的要求 在標書上清晰列明所需要的服務 或者貨品的規格和表現標準 規格應該寫出所需要的服務或物品的功能 避免指定某一牌子和型號 以免局限合資格的承辦商 供應商的數目 如果有需要 可以列出對承辦商的質素及經驗的要求 例如過往工作紀錄 業務性質及經驗、客戶推薦等 標書亦都要列出投標人士要遞交的資料 例如公司背景、管理計劃、負責團隊的經驗、價格等 如果價錢並非評標的唯一考慮因素 就需要註明其他因選準則及相對比賽 標書亦都應該包括合約條款 包括禁止投標人士遺標 及向機構僱員提供利益以求中標 寫清楚遞交標書的方法和最後限期 持交的標書一般不會受理 如果要向單一供應商採購專利或品牌產品 必須詳述理由 並且獲得指定審批人員的批准 確保所有投標者均獲得相同的資料 這次招標邀請了五間公司報價 有一間沒有交標書放棄 有一間資料交不足已經再去洗走了 現在剩下三間 今天我們又看看他們的Teleco Proposal 公司收標的時候 有沒有利用投標箱放好 防止標書資料外洩呢? 公司應該定定程序及預防措施 確保標書保密的 在折標和進行評審前 妥善保管標書 例如採用雙重上鎖的投標箱 兩條鎖匙應該由不同的職員分開保管 或者將收取的標書或者報價單鎖好 並且最好由一名不涉及採購過程的職員保管 不應該在限期前開啟報價單或者標書 成立開標小組 在限期後盡快開啟標書 並且委派一名沒有參與評審工作的職員 保管標書的副本 以供日後查核 持交的標書 需要在有足夠的理由 及獲得審批人員的批准 才可以受理 記得兩個上班 知道了 價錢和計劃我分開記 Van 你認為哪間公司很缺 其實比較來說 我覺得是 Wayman公司的計劃是最好的 而且還只有他們有一個更新功能 就是可以支援我們接下來 發展網上的訂單 但是招標文件好像沒有這個要求 這樣好像沒有公平 何況這兩間如果想加上這個計劃 都不是很難 是就是的 但是 Wayman公司的計劃就寫得最清晰 其他兩間有很多地方都寫得很不清楚 我擔心 這個保養費好像是最貴的 這間公司的評標過程沒有什麼準則 給了員工很多空間去操控評標結果 假如標價並非唯一考慮因素 在招標前應該預先來定客觀的評標準則 各項準則的比重 評分制度等 如果採購項目屬於高價合約 或者規格大部分帶有主觀性質 例如設計概念、藝術價值等 就應該成立評審委員會 去訂立評標準則和審批標書 委員會成員應該包括用家、採購部門 和專業技術人員 開標之後 不可以修改任何準則和所佔的比重 評標的時候要根據既定準則 作出傳言的評審和比較 不可以隨意抽取部分準則進行評審 評審委員會應該將討論過程 和最後決定記錄在案 選取符合規定的最低價標書 或者得分最高的標書 否則就需要提供充分理由 及取得特別批准 另外在評標過程中 公司雖然有用雙風套制度去收標 但技術建議書和標價一起審議 就失卻了用雙風套的原意 雙風套制度 一般容易需要考慮技術因素的大額採購 目的是將技術建議和價格建議分開討論 避免在評審技術建議的時候 受價格影響造成偏見 如果決定採用雙風套制度 就要預先來定價格和技術建議 在評審中所佔的比重 以便計算總分 應該在完成技術建議的評審之後 才開啟價格建議書 如果同步開啟 就應該由不同的小組分別 評審技術和價格建議 並且規定不能夠互捨內容 Patrick 公司新的IT系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是旅行之前才運作的 Ben說Test Run沒問題 對,那時新系統只不過試行了幾天 個個同事都說Test Run根本就不全面 沒有人跟我說 不要以為選定了供應商之後 採購工作就完結了 公司應該嚴格執行驗收程序 確保物品、服務、符合規格 安排合資格的職員檢驗 以及由服務使用者、查驗服務水平 確保有關物品、服務、合格、合容 公司也可以制定核對表格 協助職員檢查服務或貨品是否符合要求 所提供的服務或物品 如果有缺失或未如理想 就需要立即跟供應商或承辦商跟進 並且記錄在案 在可行的情況下 監督人員應該隨機抽查已經收到的物品、服務、品質和數量 老實說 雷文公司的技術支援都是一般的 很多次緊急都沒有人來 之前沒有聽你報告過的 即是你突然說雷文公司的支援和服務 都不要說一定要換職員 其實你想怎樣 其實公司沒有任何機制要我們報告職員的表現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報告 收貨之後 還要留意供應商或承辦商的表現 尤其是持續為公司提供服務的承辦商 影片中的公司 正正就為欠缺監察承辦商表現和採取處分的制度 令到表現欠佳的承辦商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影響公司的運作 怎樣才可以有效監管承辦商 同時提高他們的承訊管理呢 首先 在合約條款裡面加入承訊條款 禁止承辦商的職員在履行合約職責的時候 行繪或殺繪 合約應該清楚定名服務水平 例如服務質量、指標、人手要求 及對未能夠達標的服務的處理方法 委派職員、監督服務水平 報告服務失當或不足的情況 收集及記錄用戶對承辦商服務水平的意見 供日後進行採購或檢討承辦商名單的時候參考 公司可以設計一份承辦商表現平衡表格 列明需要平衡的範疇 例如服務質素、對服務要求的回應等 同承辦商管理層舉行定期會議 檢討表現及討論相關事項 制定程序 處理承辦商違規或表現不佳的情況 並考慮應該採取的紀律處分 例如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 或者在一段時間內不邀請鏡頭等等 如果情況嚴重 或者承辦商持續表現欠佳 甚至可以考慮將它由銀行名單裡面剔除 應該視乎承辦商的表現決定是否續日 逐約前可以要求用戶和採購部門 評估市場上有沒有其他具競爭力 而又適合的承辦商 在有需要的時候透過招標重新挑選承辦商 運籌為握統領大局 OK 阿Ben 那招標的東西交給你 反正你在技術層面的東西給我贖 沒問題 阿Ben今早被ICAC拘捕了 你身為公司的總經理 你每樣東西都交給阿Ben 我不要求你每樣東西都跟著實實 但是你說 身為一個管理層 要運籌為握統領大局 但我會見到的 你不是運籌為握 你才被人騙的 身為管理層 有責任監督下屬的工作 不包括採購過程 是否符合公司的既定政策和程序 又或者會否出現虛假報價等舞弊行為 以保障公司的利益 管理人員應該適當地監督及抽查 確保員工按基定程序進行採購 定期向管理層提交有關採購事項的報告 查看有沒有異常的情況 例如重複採購或者使用非營可供應商等 以作檢討及跟進 委派不涉及採購職務的人員 或者聘請核訴司定期審核採購工作 例如隨機聯絡供應商 以核實採購項目和付款情況 定期檢討採購政策和指引 設立簡易的渠道 被客戶和職員 對公司運作提出建議、投訴 和舉報違規事項 並且向投訴人保證有關內容將會報問 委派獨立和適當職級的職員 調查投訴或者違規事項 以確保公平公正 若有懷疑貪污或詐騙的行為出現 應該向廉政公主舉報懷疑貪污個案 或者向警方舉報詐騙等其他刑事罪行 這次不同上次 公司決定要做RAM 所以改大了人馬 所以我都要改 聽聲 是 員工和承辦商有溝通是應該的 但是有過多不必要 甚至是車子款待或者娛樂的時候 公司是否要注意一下 公司應該向員工發出員工行為守則 清晰定名有關員工收受利益的政策 清楚表明公司對貪污及詐騙採取絕不容忍的態度 同時要求所有董事及職員 具備高度的商業誠信標準 另外 所有參與採購及監察承辦商的員工 應該避免接受承辦商提供的過分奢華 或者頻密的款待 以免對方刻意直指拉攏關係 在日後要求不當的回報 或者影響員工在工作上的客觀判斷 我知道香港有一家獨家代理 這家公司沒聽過 Sales Manager Mandy Wall 你認識嗎 我介紹你認識 我老婆 Ben暗示要Raymond用她太太公司獨家代理的server 很明顯是有利益衝突 公司的行為守則 應該規定所有參與採購的員工 申報任何實際、潛在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如果有員工申報利益衝突 應該指派其他職員接手處理有關的工作 或者規定監督人員嚴密監察採購過程 完善的採購制度 不單止可以防止不法之徒利用程序上的漏洞去貪污舞弊 更重要的 是可以讓公司購買到合格、合用的貨品 給前線人員使用 管理層便可運籌為額、統領大局